前球迷熱情尖叫迎接台灣英雄 世界十二強賽中華隊奪冠光榮回台 舉國旗唱音樂歌歡呼 球迷接近現場情緒高漲 規模史無前例 台灣英雄二十五號晚間搭乘華航 從東京回台灣 台灣隊長陳傑憲特地在機上廣播 各位球迷以及各位旅客 然後陪我們見證了歷史 然後創造了奇蹟 然後從今往後世界都會看見台灣的 然後謝謝你們 感謝球迷的支持 見證歷史 現場乘客響起掌聲 在機艙外的空中 還有政府最高規格迎接 四架F16V戰機升空半飛 施放熱燕彈 不少機上選手看見這一幕 驚呼快哭了 就是在晚間八點五十五分降落桃園機場 還有水門嶺 水車向天空灑水 形成巨大連幕 歡迎英雄凱旋 場面超壯觀 這次中華隊能奪冠 投手群表現功不可沒 總教練曾豪居 特別感謝投手教練王建民和林岳平 大讚他們了解投手的特性 仰賴的兩位投手教練的一個功勞 他們非常了解每一位投手 在了解每一位投手的特性的時候 知道什麼狀況可以去讓這個投手下去化解危機 這次陳傑縣現身更是引爆滿場尖叫掌聲 狂喊MVP台灣隊長 他的老婆和小孩也一同前來 感受大批球迷熱情接機 他還開玩笑說第一次在機場看到這麼多人 有人群恐懼症還會胃痛 感性回憶賽前時刻 感謝總教練的信任 大家也知道其實我在正式來之前 狀況真的很差 差到會讓大家都覺得好像又不會打球這樣子吧 蠻多人評論 但總教練還是相信著我 尤其是打出第一次安打 然後那兩分炮 我就覺得我回來了 我感覺回來了 然後謝謝曾總 沒有曾總也沒有現在的MVP 謝謝 被問到轟出三分炮後的胸前手勢含義 是要告訴大家 我們是從台灣來的選手 賽前鼓勵隊友毫無保留往前衝 我們不怕輸 最後如願拿到冠軍 感動不已 帶全隊成為全台灣的驕傲 記者綜合報導